大家好,我是陳美濤,2022版的《神雕俠女》即將上映,今次誰做小龍女呢? 新版《神雕俠女》即將上映,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小龍女,由毛曉慧飾演。 她的扮相明顯是模仿劉逆飛版小龍女,而且她也有小劉逆飛之稱, 但美女的東西,差一點就不是那回事。 毛曉慧在演員請就位中,曾經做過趙靈儀,都是劉逆飛的經典角色, 但效果很尷尬,被稱為錄製節目以來最差的表演,一點靈氣都沒有。 所以,她今次做小龍女都不被看好,楊過由同夢實飾演。 她之前做輕如年中的五足叔好紅,她演技不錯,但從定妝照上看, 就沒有那種一見楊過五中身的魅力。 配角方面選得不錯,專做壞女人的毛林林,演李莫愁,定妝照比小龍女。 講起上來,更連電視劇版的神雕,好像流行李莫愁比小龍女。 郭襄就由新四小花彈之一的文琦來做,文琦十四歲已經獲得金馬獎最佳女配角, 但定妝照顯得鼻子很大,希望拍劇時會有好一點的妝。 武俠劇當然有腦氣骨,黃藥絲是方忠信,不過神雕的黃藥絲已經是阿公級。 方忠信朱顏有術,看起來就年輕了一點。 之前在天龍八部飾演段正淳的湯鎮中,今次飾演一燈大師,都是段家人。 另外還有中鋒岩飾演金輪法王,邵兵飾演郭靖。 邵兵在一七版神雕中,曾經做過郭兆天,她的樣子很硬漢,就是與國家很有緣。 不過,大家看武俠劇,除了看武打,就要看美女,梁寶寧演公孫六樂, 王毅妃做情嬰,趙樂妍做六無雙,都是美女,但定妝照看起來就沒什麼特色。 注意,康林熙做傻姑,看起來也不是差過小龍女很多,一點也不傻,多美女呀。 說起來,近年的武俠電影電視劇,那些絕色美女的角色, 很多時都會變成普通美女。 但那些醜女角色,比如梅超風、傻姑,就一個漂亮過一個。 似乎她們的美貌越來越平均,人人都是美女。 你又怎看2022版神雕俠女呢? 至少。 小明年帶來越平均,人人是顏色美女。 至少。